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广美姐肯定底子好 是吧 所以穿什么都不漂亮 文涛说材料好 他今天把我说的害我都赶快把那个手套给卸下来了 现在广美你这个都算凹了保守了 是吗 材料好 最后挺保守的 在现在这个喧嚣的时代 你材料好也得露出来看看才知道你好啊 要不然怎么办啊 所以就搞一点这个 你看我们今天也是 跟性感有关的 四个杯子对吧 四个杯子 有一个神秘来宾 这个没办法 现在这个时代 我也得搞噱头 我发现你不老点东西 他不住不吸引眼球啊 你都呛呛三人行了 这么多年 总得来个四人行啊 没错 今天从什么 从征婚说起啊 这个你知道本来上个礼拜 有一个特别火的 广美 就说同样都是底子好的这个姐妹 对吧 但人家露的方式不一样 这人的名字首先就很独特 他姓甘 叫露露 你看传到日本去了 对对对 甘露露 而且呢 这个事特别引人 这个刺激的是什么 她亲妈 这母女二人呢 就在北京这么北漂着 这个露露呢 也演过一些影视剧 你这个网上就出来 她亲妈呀 拿着DV就拍光着 这女孩要说良心话 我觉得长的身材 也真算了 还可以 还可以 你能接受的 不是我能接受 就是说就从浴室 就这么光着就出来 然后说露露 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 想找一个什么样的老公 露露只要能给我搓背 只要能够对你好 就是对她妈好 我说无所谓 然后广美看到的是后一段 是吗 对 对你讲的那个前面那个光董董的 我都没看见 你看的是什么 我看到她已经躺在床上 然后盖了一条大浴巾 还是什么东西的 我看那个视频 对 日本人肯定得看 对 这个来自那个国家嘛 反正我觉得那个 还有很多那种精心策划的感觉 而且这个明显的宣传 自我宣传 这么一个宣传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那个我也没有看下去 看中途把它封了 没有看 哎呦 呵 她可以去搞网管是吧 很有觉悟 当然我也正在征婚 是吧 这是毫无意愿的 但是佳藤我跟你讲 就是说你的这个观点 跟我后来看这个电视节目啊 上面那个评论员一样 哦 你知道后来这个事啊 因为是个社会话题 其实更吸引我的是这一台电视节目 哦 一个城市的一个都市频道的 这么一个电视台 嗯 你知道我看了之后啊 我就觉得要是能这么办电视节目 哦 我们这种节目还就没什么余地了 你这太好看了 我跟你说 就他妈和这个露露 就在这儿露露还穿这个吊带的这种 一路说话还瞪一瞪 怕掉下来 嗯 然后呢 把他爹请来 他爹呢 是在河南的这个这地方上 他母女俩在北京 哦 然后还有两个像你这样的评论员 就问他 说哎 你怎么洗澡出来 头发都是干的啊 或者你什么炒作 然后这个你就就打起来了 这个露露啊 就说 我跟你们说 今天晚上如果我自杀了 都是你们 你们记住 你咱们的 哎呦呦 然后他爸爸 就是就就就就往那椅子上一坐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给他 不知道这媒体啊 也不知道他爸爸怎么办 反正他爸爸这个恼怒啊 非常的突然 你知道吗 开始说的很平静 就是就是我们了 我也就我也不上网 我也不懂这个点呢 哦 慢慢嘴里了 我平常不知道他们母女两个在北京 跟你跟我说请主 哈哈 他爸就突然 然后你知道吗 一打起来 这主持人说 大家鼓掌 大家鼓掌 我都鼓掌 观众还还发言呢 你知道我学河南话 不得可能学成河北话 不是一男观众 嗯 他就说 我觉得他的母亲没有错啊 这是一个什么事都会发生的年代 这个事有什么 他为他女儿争魂有什么错 哎呦我看垃圾了 那当然那种方式呢 当然就是说我也不否定哈 当然一种方式嘛 那每个人现在年轻人都着急结婚 而且这个年轻人女孩子 那过了26 那很着急 那母亲更着急 那我作为一个这个儿子 我也很明白这个事 所以我呢是不给予任何的价值判断 但我这个人比较内向 所以我肯定是不太看好那种非常极端的夸张的方式 对 你看这个加藤也是说到他这个自己了 女的什么26啊 而且你 当然我26嘛 所以我做一个当世人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对 对 所以说呢 这个枪枪四人行就出来了 我今天埋伏的这个神秘嘉宾 大家绝对想不到 不是那个露露 是人家加藤的妈妈 从日本来加藤来中国 来看望加藤 哎呦妈妈 好久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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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我会的日语刚才全说完了 对对对 我会说Yamaha Honda Yamaha Honda SONY 这是做广告 对对对对对 这妈妈 哎呦 SONY的 不是不是 SONY的 这个家藤的妈妈 你好像家藤的姐姐呀 我好像家藤的姐姐呀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像更像姐姐 哎呀 但是你看这个家藤 你觉得你儿子这个優秀吗 我父子優秀ですかって そうですね 那我说了很多人这样说 但我并不这么认为 第一次来中国吗 初めて比方的智慧呢 今回北京に初めて 我立刻しまして 第一次来北京 非常尊厚 日本的 我们就想了解一下 像中国妈妈正婚 刚才我们也看了一出 但是日本的爸爸妈妈 对于这个 儿子的 找什么样的儿媳妇 或者女儿 找老公 交集吗 比方小5岁 太近结婚了 小5岁 早婚吧 有点 娘はちょっと早いですよね 結婚 娘は19歳で結婚して 子供がしておりますけど 日本はできれば長男のところには 妻子がせたくないという風習がありまして 女儿19歳 19 就結婚了 我们这犯法吗 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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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已经有1岁半的儿子 那就说对于女儿来讲 我们父母不希望他嫁给长子 对方是长子是不好的 如果对方是嫁给的 对方是长子 那得照顾他的父母 所以女孩子一般希望嫁给第二个儿子 所以我娶不了 那台湾更讲究了 台湾那个妈妈是不希望女儿嫁给长子 不希望嫁给老妖 还不希望嫁给独子 所以我想为什么我一直嫁不出去 差不多吧 台湾でも長男にもあれだし あと一人っ子にも何か届かせたくない 家を守って 親を見てっていう そういうプレッシャーがあるんですよね ですから できれば次男三男 っていう風に思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も 日本も少子化で男の子一人しかいないもんで どうしても長男の方に 都市化すなきゃいけないっていう 今現在社会 そういう社会になってますね 对 但就是現状很严重 因为现在日本的小子化老年化社会严重 所以孩子都是一個人的 那这样的话 必然只能嫁给一个人的独子 是吧 然后而且他的保护家庭 还得照顾他的父母 那中国也说四二一嘛 是吧 这么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结构 对 所以可能没有办法 但是妈妈 我都不知道妈妈叫什么名 叫五輪真公吗 盒子 盒子 盒为贵的盒 盒子 盒子 子是孩子的子 哎呀 我妈过去有个外号叫箱子 真的我妈小时候叫箱子 大家盒子 盒子你看 就是中国现在也有个结构性的问题 就是所谓的圣女嘛 圣女 就是说女儿太大了 对 包括儿子大了 就爸爸妈妈会特别着急 对 甚至逼得他呀 要租一个男朋友回家过年 日本有没有爸爸妈妈这种着急呀 中国では今 大人会っても結婚できない人たちが墓えていて 年越しとかに 外から人を借りてきて 一緒に過ごす みたいなこともあるんだけれども 日本ではどうですか 日本でもやはり30代40代の方が 理想が高くて 結婚できない人もたくさんいます 在日本呢 可能到30、40代 他的理想太高 就是对对方的要求太高 而 自在不良婚的人非常多 圣男性女非常多 也非常 那爸爸妈妈 为他们着急 还是不管 让他们自己 じゃあ両親 他那时候 それに急がないんですか 焦らないんですか それと全く干渉しないんですか あの独身の息子 そうそうそう やはり言っても 効かないですよね あの年齡が高くなれば なるほど 自分のポリシーを持っているんで 親の言うことは一切効かないです 这个他们不听父母的话 因为人長大之后 开始有自己的原則和信念 那这样他更不听话了 所以只能二三管都管不了 哎呦 对 安寅会想要那个 他娶日本老婆 还是那个中国老婆 息子は日本の女性 か中国女性 どっちがいいですかね うーん まあ本人次第で 中国の方でも 日本の方でも あの息子が気に入っていれば どちらでも構わないです 都可以 都可以 就是说只要 我能最少喜欢的 那我觉得这也都不重要 他要是找一个女朋友 找一个媳妇 在我们中国讲 有这个婆媳 总是闹矛盾的 你会不会觉得 他找一个什么样的女朋友 你都有点看不惯 或者要求太高 中国では その自分が探した その女性と まさに 嫁と修都女の関係って 中国からすごいけれども 日本ではどうですか 日本でもあります うん やはり あの 昔はお見合い っていう形のものが あったんですけど 今はお見合い という形はなくて 本人同士が好きで あの 連れてきて それで あの 修都修都女が 気に入くはなくて もう本人同士が いいような 今現状になっている 过去 他小的时候 有三千文化 相親 今天中共很热 相親 也相親 但現在 那个时候呢 可能这个问题 没有那么大 但现在都是靠自己 两个人自己 然后决定 后来 由父母来参与 这样他变成 两个家庭的矛盾 所以现在呢 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比过去严重多了 哦 那我也问一个 比较八卦的问题 这个妈妈 你要有如实翻译啊 对对对 我知道 妈妈 她有没有带过 女孩子来见你呢 有没有带过去严重的事 我第一次在电视台上出现 这也是全世界中央人们的观众 但弟弟们也有希望 是的 如果有点好说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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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谢谢妈妈 咱们跟妈妈鼓掌 妈妈鼓励一下 《枪枪三人行》广告 最后见 哎呀 这个什么 我刚才是有点口不择言 妈妈你妈来我太激动了 所以我就问她 我日本女人长成你这样 太紧张了 这还紧张 我更紧张 我跟你讲 你妈妈这还是 这就看出这个怡态 怡态啊 你看日本女性 真是有一种怡态之美 第一次上电视 对吧 妈妈也不是来自大城市的 大城市 是哪里 老家是哪里 伊豆 伊豆 伊豆的舞女 他是伊豆舞女 他是农村的 是吗 我是农三代 农三代 日本农三代 农三代 你看讲起来 这个感觉也是文雅大方 很有礼仪的这种感觉 她很普通的日本女性 非常普通的 哎呦 那你多找点特别的日本女性 到我们这来 对 但她是48岁 所以说她经常被看成是个姐姐 和弟弟的关系 对呀 对呀 我说怎么这么漂亮呢 而且是吗 这是伊豆的舞女 广美 你有什么感触啊 这是咱们头一回枪枪四人性 四人性 就来了个日本妈妈 对 这看得出来 就是说每个妈妈呢 就是对自己的孩子的那种疼爱 就是刚才她就一上来就讲到说她妹妹 希望妹妹不要嫁给长子 因为害怕要去照顾这个对方的父母亲 我相信妈妈对你也是一样 你要娶哪一国人 对 通通你高兴就好了 对 其实那个刚录的刚才 那个我妈妈也看了 我跟妈妈说了 你怎么看 她说不可思议 如果在这边干那种事 那是 那就是说是很不可思议的 那被媒体说了一塌糊涂 如果 妈妈 那日本妈妈也越过了 越过了道德的底线 越过了 越过了 这是哪个歌啊 广斗之恋 广斗之恋 对 如果你跟你妈妈说 妈 我决定要娶她了 嗯 你觉得你妈妈会答应吗 我觉得她会答应的 一定答应 是哦 她觉得不可思议 她又会答应你娶她 娶她 娶她是吗 甘露露啊 哎呦 这个有点 有待观察 有待 没听明白 是你心里 没有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真的因为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甘露露的妈妈 一定觉得 我通过这样的形式 一定会有人 而且很优秀的人 会爱上我的女儿的 对 那如果像你这么优秀的人 你也爱上了甘露露 你觉得你的家人 会同意你跟她结婚吗 我妈妈恐怕不太难够接受 不太能够接受 那我呢 也是可能恐怕不难接受了 有点太另类了 有点太另类了 那我当然我做一个日本人 已经够另类的 那就是说 不管中国日本人 我都可以接受 但是说 我觉得她这个做人呢 还有个底线 我觉得那个这个甘露的那个事件 在我看来是个底线的问题 这个社会 不管是家庭 征婚还是相亲等等的 底线在哪里 我觉得没有底线的社会是很危险的 对 但是你说这个没有底线呢 可是很多时候颠覆底线呢 就能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底线是三人型啊 你看我一定不 他就不一样 是吧 今天这个社会啊 这是你也没有办法 我就觉得 广美你觉不觉得 我这两年我一直有的观察 倒不是说像一般的女的网上女的 我就是看你们这些女明星 老实讲 从好莱坞到中国到香港到台湾 我怎么发现就是那种内心深处 遏止不住的想裸的那个欲望啊 首先晚礼服都已经超短裙了 对吧 然后你看这个漏啊 这个裸啊 我能理解到 你比如说我要是变态的话 我就会认为就是说 对 是不是所有的女人骨子里实际都是想这个 这个银档骨子里都是想漏的 这是变态的想法 但是如果不是这个想法 那么我就会认为 现在这个时代啊 太喧嚣了 所以你释放出的一个信号 刺激的信号 你不能足够强烈 对 你就不会吸引人的注意 我觉得你这有一点点太 就是一刀切的一个说法 你说我觉得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和得体的穿 比你完全的裸露 是漂亮多 而且性感 要更加的性感 你说那种一丝不挂的 其实那是一种视觉的疲乏 而且是一种摧残 真的是 谁会有一个完美的身材 但是我觉得你说 像那些好莱坞的女明星 每一个一出来 你就觉得 哇 very hot 你就觉得我好性感 很多人已经都四五十岁了 然后但是包装一下 人家知道怎么样打扮 怎么样把自己最美好的身段表现出来 我觉得你不要把那种 那种美好的那种呈现跟裸露 跟色情全部挂钩好不好 所以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是希望自己能够超级暴露 没有的 我觉得广美这已经很 说中你的心是吧 很性感了 我觉得 对 不需要再露了 你没有这种 你没有做欲望吗 我我也有啊 同国 我都跟你说 对 刚才他本来有俩手套 对 您做节目之前广美 把这俩手套摘了 我说你这不是能露就露点吗 不是 那是因为加藤 那个 我说他是出汗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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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 对 你看日本的这个高中女生短裙 冬天特别冷 是吧 已经零下几度了 都是短裙 把她把腿 不管是粗的 是吧 把她露得一套糊涂 那她是一种欲望 现在日本还有从众心理 是吧 那周围的女高中生都那样穿 那你不穿不好 那她肯定是一种 你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吸引男人 这种欲望 那我们那当时呢 读高中的时候 我们到吹风 吹风吹的很大的时候 他们打排球嘛 我们都到外面去看 这样看嘛 这样的话 那男人也满足了一万 所以这种虚荣心 对 台湾没有吗 有 所以台湾专门有那电影 叫《风贵来的人》 什么地方瓜董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你说这个裸体争昏 到最后聊的都是裸体 争昏变成个皇子 是吧 其实是要争昏嘛 对 刚才说这个相亲 怎么说日本现在又热起相亲 大陆现在也相亲 对 我这么觉得 这怎么都很热啊 现在为什么 你没了解吗 我觉得现在没有人 我不晓得 起码就是我身边的女性 大龄的朋友 没有人真正的说 会像以前 比较我小时候那种年代 就是说由父母撮合 或者是什么亲朋好友撮合 那种两个人坐在咖啡厅里面 拿了一朵玫瑰花 说你好 我是谁是谁 这么聊法 现在只要家里有电脑的人 一定都是上网去 什么match.com 我们交养交友网站 他还不一定透过那种 所谓的中介公司去去那个 他们就是上网去po自己的资料上去 然后就会有人来cococo找你了 哦 那日本可没有那么先进了 我们还是说 比如说像母亲 比如说我到时候 Facebook进不了日本 日本人不用那个东西 日本人用他自己的一个交友的 对日本人还比较传统保守的 那比如说我到了40 还结不了婚 可能父母就着急了 这样的话 他们现在呢 父母之间有个每周末有一个会 然后为儿子为女儿的整婚 这种传统的模式 现在好像重新的复苏 但网络整婚在日本可能没有那么多 而且我跟你讲 关门那天你说这个网啊 他有很多不可信 最近有一个新闻嘛 有个小伙子跟个女网友就是说咱们该见面了 就是互相就交往这 对对 然后一下说一看好家伙找这一富婆 因为领他到了那个高级那个俱乐部私人会所 然后这女的还带了个朋友 开了12瓶红酒 11瓶是这个男的买单 最后这女的说上他厕所 消失无影踪 几万块钱就他买单 就经常碰见骗子 而且呢你知道你说这个电脑啊 这个人越宅在家里啊 其实是越怕跟人接触 所以你知道现在为什么又兴起这个相亲呢 就很多人天天在家里宅着啊 他都惧怕出门了 所以呢必须就是撮合着 哎呀因为他也没办法总得找个 爸爸妈妈也着急 总得找人 那你你问他好了 如果你的父母或者是做人他帮你安排相亲 你会愿意去吗 传统的相亲方式哦 我不能说完全不能接受 但是说我不太愿意接受这种相亲这种方式 我还是愿意顺其自然 这是我的价值观决定的 广美相过亲 相过 是的 是的 我小时候想过亲 二十几岁二十出头的时候 二十几岁二十出头的时候 快说快说 第一句话说出你的感觉 想死 什么叫想想死的感觉 想死还是想死 又想死又想死 很痛苦真的很痛苦 就是因为你面对一个 你你真的是素妹平生 但是你就是演戏嘛 演给爸爸妈妈妈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我平常喜欢看电影 还是喜欢干嘛干嘛的 就是回家之后 就会 对啊 对啊 拍的